杨成林日前在中国举办巡回演唱会 近月她到河南郑州开唱 期间大萤幕刚好拍到一对情侣在亲吻 引起在场粉丝欢呼尖叫 她唱完后就好奇询问发生什么事情 谁在亲嘴 哪边的在亲嘴 不过粉丝都指挥着荧光光没有回答 让她追问到底是哪边 你们不说我就不唱了 看到粉丝依旧挥着荧光棒 她就突然说到 由之片段就引起中国网友不满炮轰 杨成林玩笑开过头 讲话没有经过脑袋 而杨成林之后也赶紧在微博发文道歉 我要为郑州演唱会上 那个冒犯并没有礼貌的玩笑道歉 对不起的确是我的不对 我非常愿意也应当接受 大家及时的指振和批评 再次跟因为我而受到困扰的人 郑重道歉 狠男人不可以这样子啊 你们一定有些名声耶 你们知道吧 爱别人的事情 不要逼述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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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